真正的拿手活来了 兄弟姐妹们 我这道红烧肉 你们要是学不到精髓的话 就是我对不住你们了 这个五花肉是在山姆超市买的 这个超市买的肉 我们做红烧肉 就是最好要焯一下水 如果你是农贸市场买的 就当天窄的猪 那个猪肉非常新鲜 如果你做红烧肉也可以不焯水 因为这个超市买的 我放家里放冰箱又放了两天 焯水的时候放点料酒 然后生姜多放几片 滑动均匀 然后开大火煮到锅里滚开 把浮沫打捞干净 猪肉从开水锅里捞起来 不要关火 这样捞起来猪肉非常干净 不要洗 切记不要洗 就是捞起来的猪肉不要洗 我们锅里放油 放冰糖炒糖色 一斤猪肉大概放七至八少颗冰糖 炒糖色用中大火 锅厂要在锅里这样不停的 一直快速的滑动 滑动成咖啡色 冒泡了 这个时候再倒入猪肉 猪肉倒下去呢 就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就是糖色炒均匀 这个时候的猪肉在锅里 也要煸炒久一点 尽量炸出这个肥肉的油 但是靠在锅壁上 不要靠太久 它会烧焦掉 就是不停的那样用锅厂去 这样煸炒它 煸炸它 炒到感觉猪肉有一点点焦了 有的猪肉有点焦 就放入生抽和老抽 生抽老抽放下去呢 继续多煸炒 这个颜色这个时候就很深了 也出了很多油了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多炒一下啊 炒到出油了 最后我们再加入水 你也可以加一罐啤酒下来 就那种一拉罐一小罐啤酒 或者半罐啤酒 再加清水也行 八角呢 放两只三个香叶两片 我们给它翻动均匀 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 我们可以大火先把锅里煮滚开 然后改中火焖 焖个七八分钟后 掀开锅盖就可以放入盐了 给它翻动均匀 然后呢 继续中小火焖 我们焖红烧肉呢 不用太大的火 继续中小火焖个五六分钟 再掀开锅盖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汤汁不多的情况下 就可以掀开锅盖 让它收汁了 收汁的时候也是很均匀的 也是要很重要 也是要时不时的 要用锅厂去翻动它 看到汤水不多了 开始出油了 香叶八角可以给它先夹出来 就这样一直不停的翻动 让它收汁 收到它出很多油了 看到 感觉都是油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就很好吃了 有砂锅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转移到砂锅里加热 那样就会更香 更好吃 因为冬天端在砂锅里加热 你端到仓桌上 这个红烧肉它不容易凉掉 也会更香 搞到砂锅里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开水下去 再开火 焖个三至五分钟 焖到砂锅里滚开了就可以了 知道吧 特别香特别好吃 记住我的方式 就是红烧肉 你做到最后你一定是要看到油脂很多的 你这个肉吃起来就是很嫩的 如果没有油 那你吃起来就是干巴巴 很柴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